《我老婆不夠清》 當年《我老婆不夠清》 第一集是一個意外 是因為想拍一些很不同的 一男一女走在一起的故事 其實沒想過一定要拍第二集 這次再演這個角色 我覺得當然拿捏得更好 已經有了一個初型 很多時候都很容易上手 一拍第二集 講每一句對白 或者做每一個表情 每一個動作 都好像中間大家 這十年是經歷了一個婚姻 一路想拍一些 就是講兩個夫妻之間的事情 突然想起 其實可以用回這一對 男女主角的遭遇 和他們性格的化學作用 去配合我想說的話 我問你想怎樣才是真的 整天都嫌三嫌四 誰說做老婆一定要懂得煮飯 一定要懂得做Telamissu 你不要做我Telamissu 你沒有做過 你沒有做過 我很傷心的 你傷心嗎 我現在不傷心嗎 我沒有說過你心理變態 我現在變態了 就說變態 我對著你變態了 罵你又不聽 罵你又博取 我們溝通不了 我是這樣的 大家溝通不了 頂不住就離婚了 上次很多時候都會順其自然地讓她做 但今次可能要她捉回之前的事 大家各自各在私底下這十年 都有不少的經歷 有不少的成長 愛情已經開始變了感情 感情又要面對很多其他不同的挑戰 愛情可以是很甜蜜 但過度了愛情之後 在感情的時候 就要面對很多怎樣去經營那個感情 希望大家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可以把自己放下 然後去欣賞一部電影 支持我和這件 能激勵大家去面對人生 去面對自己的愛 請大家支持我老公心成 我敢保證這集是很好看的 都值得一看的